各位,我是呂志华 美國大選之後,特朗普雖然知道自己已經落敗 但他除了不承認落敗外 他的外交活動其實也沒有停止過 在11月20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布 派出國務次卿克拉奇 領軍與台灣展開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在11月22日和24日之間 美國方面派出一個重量級的人物 秘密地去到台灣 他的活動相當神秘 直到現在還未對外公佈 究竟是誰美國高官去台灣 但據美國媒體報導 應該是美國負責亞太區軍事情報的海軍少將史達曼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美國方面還頻頻與台灣眉來眼去 以及與台灣的官方活動非但沒有停止 反而更加加密進行 究竟特朗普的葫蘆裡賣什麼藥 以及他對台灣方面 還會不會作出很多令人意外之舉呢 今天我這條短片就想跟大家說說 美國、中國和台灣三方面的問題 以及最新的局勢變化 在我未踏入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 我免費的呂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以及按鈴鐺 給我一個Like 以及把這條片講傳出去 多謝各位 美國和台灣在11月份 進行了很頻密的官方往來活動 雖然特朗普已經知道自己不能夠連任 但是他似乎想在靜下的時間裏面 靜下的歲月裏面 在台海進行更多的官方活動 他似乎要鋪了一條路 他是想拜登跟隨著他台灣的政策 所以在11月20日 蓬佩奧向外宣佈 他就說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 他就會領軍與台灣展開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而地點在華府方面進行 其實在這個之前 美國已經派過克拉奇去台灣 另外美國衛生部長艾薩 亦出訪台灣 其實在特朗普期間 美國到訪台灣的官員 就是美國自從1979年台美斷交以來 派出的最高級部長 大家從這個螢光幕上可以看到 從老布殊到現在來說 過去台灣和美國雖然都有官方往來 但是過去總統所派出的官員的層次 都比較低些 只不過是運輸部長 又或者是能源部長等等 但是自特朗普上任以來 他派出的官員到訪台灣 是歷屆總統來說 是最高級的官員 除了衛生部部長之外 甚至派出國務次卿到訪台灣 現在在11月22日 有消息更加傳出 美國方面有一個更加高級的軍官 剛才就說了 他就是美國負責亞太區情報海軍少將史達曼 這個人的來頭相當之大 他還是美軍印太司令部 負責情報的J2情報部門指揮官 今次他去台灣是相當神秘的 事前他並沒有對外正式公佈 而台灣方面也是保密功夫做到相當十足 西方傳媒路透社 就說他引述兩個不同的消息來源 就證實了是這個人去到台灣訪問 而去看情的時間就是今個月 11月22日 而到訪台灣是有三天的 去到24日晚 晚上6時50分 而當時有記者就見到 在台灣松山機場 就有美國專機準備離開 而真正起飛的時間 就是當晚7時15分 但記者就完全拍攝不到 離開機場的美國官員的樣貌 而台灣方面 官方也不承認 也沒有否認到事件 台灣防衛部門 就這件事件拒絕作出評論 他只不過說 由於行程並未公開 所以他們並沒有進一步說明 台灣方面 為何對這個神秘的美國訪客 完全一隻字不提 以及這個人去到台灣 真真正正的目的是做什麼呢 有分析家就估計 史達曼去台灣 最主要就是和台灣進行情報交流 由於中國現在在台海方面 軍事活動相當頻繁 尤其是在今年9月 當美國國務次卿黑拉奇 第一次訪台的時候 而中國軍機多次使越台海中線 甚至飛近台灣 令台灣方面相當緊張 所以今次史達曼去到台灣 最主要是和台灣交換這方面的情報 希望進一步掌握更多有關中國軍方的資料 我估計這個分析是相當正確的 因為史達曼一直負責美國方面的情報工作 尤其是現在美國和中國的關係這麼惡劣 我相信他真的想透過台灣 得到更多有關中國的軍事資料 但為何他有這麼低調去到台灣 就不和國務次卿高調訪台 我相信他是想避免進一步捉路大陸政府 因為這個人的身份相當敏感 如果他這麼高調去台灣 和台灣方面互相明目張膽地交換情報 無疑向中國發出一個訊號 就說美國有必要時 真的可能有機會和台灣一齊軍事對付中國 我相信美國到現在為止 都還未敢觸及北京政府對台灣的底線 所以這次他們的活動是相當低調的 好了 為何特朗普政客過幾月的任期 臨離開白宮之前 都還在台灣方面搞這麼多小動作呢 我相信特朗普這樣做 最主要就是希望他做了一個先例 讓新任總統拜登 希望他能夠消虧曹徐 希望他能夠繼續駐他對台的政策 假如拜登調整這方面對策的時候 在下一屆美國總統大選 他就有大把攻擊拜登 就說他是親中的了 另外呢 他亦都想趁他臨離開之前 他做出很多過往總統不敢所做的事 他想試探一下中國北京政府 究竟會有什麼反應 例如較早前 蓬佩奧已經公開說 他說台灣一直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蓬佩奧這樣說 很明顯 他就是想試探中國對他這番談話的反應 還有呢 大家亦都可以看到 其實他做這麼多事情 都是擺一個姿態的 你想想 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 去訪問台灣 和台灣展開這個經濟繁榮夥伴談話 大家想一想 美國現在的國民生產總值 已經是去到二十萬億美元 而台灣現在的國民生產總值 只不過是六千億美元 至於中國現在是全球第二最大經濟體 通常來說如果你想做生意 你一定會找一個發展潛力比較大的 可能對你公司最有益的夥伴去做生意 但你怎會有這麼好的貿易夥伴去不選 就選一些這麼小的公司 你和他做生意呢 所以美國就算和台灣經濟怎樣往來都好 對美國的經濟根本就完全沒有悲憶 但美國政客現在一再和台灣加緊經濟貿易往來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是姿勢多於實際 其實他又想擺一個姿態 是給北京政府看的 還有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實他今次所謂經濟繁榮夥伴的談話 裡面講些什麼呢 例如他就是講安全供應鏈 5G乾淨網絡 還有健康安全 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些內容 根本對雙方的經濟沒有太大的好處 面對美國和台灣方面 眉來眼去 大家看看大陸政府和台灣政府的反應 大陸政府今次的反應是相當冷靜 並沒有太大的反擊動作 甚至國務院外加部 對美國的做法也是例行公事的批評 並不是重炮還擊 我相信現在大陸政府是在等拜登上場 看看拜登對華政策究竟是怎樣 因為特朗普時日無多 他都無謂再費心機再花唇舌去對付特朗普 至於台灣方面 蔡婆更加聰明 過去來說 如果有美國高官到訪台灣 蔡婆一定相當慶高采烈 手舞足道 對外公佈 跟著又說 美國和台灣的關係怎樣怎樣的好 但今次大家看到 美國國務次卿 和台灣展開經濟繁榮夥伴談話 和美國有神秘官員訪台 蔡婆完全沒有正面回應 甚至現在都不知歸宿去哪裡 只不過交給他下面的部門 發表一些例行公事的談話 其實我相信蔡婆現在都很擔心 美國現在對台灣越來越好 甚至派出官員的級數越來越高 她都擔心北京的反應 同時我相信 現在蔡婆也同樣 在等拜登最新的對台政策 拜登最新的對華政策 所以我相信她現在真的不想站錯邊 今次我所說的就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 為止 當時我選擇著 有時空間的網站 我選你 多謝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